同學們上課囉 老師我們今天要上什麼 我們今天要來做郵劇喔 怎麼樣的郵劇啊 是可以拉近代監關係的郵劇喔 你們看老師今天要介紹的郵劇就是這個 要仔細聽清楚喲 在製作郵劇之前 我們必須先去探訪爺爺奶奶 來要去收集同學們的問卷 統整大家的需求後 就要開始進行一點算的製作過程 登登登登 三款郵劇就誕生啦 第一款棒冊 這款就有可以使老年人 極右同發展手機囉 同時還賦予了 收納功能 是不是很棒呢 第二款疊疊樂 這款就要讓大家的相處變得超自然囉 摸摸箱裡放入了不同顏色疾觸感的道具 抽到哪種顏色的道具 就要抽出那個顏色的疊疊樂 然後完成疊疊樂上的指令 第三款翻翻跑魚 翻翻排就是要考驗大家的觀察力及米絕利 看到一樣的圖案時 就要馬上把它拍下去 大家的動作都超級可愛的 接著就要拿去試玩囉 當天活動時 看到爺爺奶奶 還有青少年和幼童的臉上 充滿著笑容 老師真的覺得這個活動辦得超棒的 這就是老師今天要介紹的桌遊喲 阿老師你還沒有告訴我們這個遊具的名字 喔對齁這個遊具的名字就叫做 讓你快樂又年輕 今天就上到這裡啦 敬禮敬禮謝謝老師